哈喽 大家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魔术飞哥 那今天呢 我们来用到一个很小的一个纸巾 没有问题啊 接下来呢 我把这个纸巾 我们可以看到正面和背面都是非常非常完好无损的一张纸巾 接下来非常非常简单 我把这个纸巾塞在我们的手里面 塞在手里面 完全塞进去 完全塞到手里面 很简单 我们把纸巾拉出一个小头 我只要拉出一个小头 纸巾拉出一个小头 好 接下来呢 我把这个纸巾撕坏 然后呢 不仅是这样 这边有点厚 然后呢 我再用剪刀 把它剪下来 再把它 哎呀 有点难剪 再把它剪下来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剪出了很多很多块啊 我们再把这个塞到我手里啊 塞进去啊 再次塞到手帐里面 丝巾和纸巾啊 没有问题 对不对 纸巾没有问题 而且呢 非常非常普通纸巾 我塞到手里 仔细看啊 在这边呢 只要删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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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不可思议的事情即将发生 删一下呢 我会发现呢 吹一下吹一下 时间倒流 纸巾呢 我会发现呢 再一次的还原了 没有刚才任何撕破的一个痕迹啊 纸巾再次还原了 看到了 纸巾再次还原了 那究竟这个魔术怎么做到呢 我们接下来进入教学环节 其实变这个魔术啊 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啊 我们用到了一个魔术道具啊 拇指套 这个魔术道具拇指套 你看 撕坏的纸巾都藏在这个小小的拇指套里面 我们表演的时候呢 把它和纸巾一同塞到我们的手里面 这时候从中间啊 拉出一些时候 其实是 事先我们藏在这个拇指套里面的纸巾被我们拉出来了 那剪坏之后呢 我们塞进去的时候还是一张塞出了纸巾啊 然后这时候我们拿出来的时候 把拇指套拿出来 这时候纸巾呢 就还原啊 拇指套还是在这边 好了 今天魔术就到了这边 我是魔术飞哥 记得关注哦 欢迎订阅